他们是防化女兵 与独共舞 女兵们的训练生活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艰险 火热军营 绚烂青春 文艺兵出身的女兵台长 又是怎样成长为降魔神兵 军事纪实 本期播出 防化女兵成长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防化兵 担负着核生化监测 侦查和检验等多主任 与常规武器不同 核生化武器的杀伤力和迫害性更大 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也更加残忍 致命 因此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 防化兵面临的战场环境 十分恶劣 开始 这是女兵们第一次穿防护服的专业考核 考核要求女兵们在2分30秒内穿好防护服后 迅速通过50米测试区 之后检查防护服穿戴的密闭性是否达到标准 如果出现差错 会被逐项扣分 跳一下 如果是穿防护服的话 跳一下 反了 脚反了 你先撑一下 跳一下 跳一下往上拉 对 再跳一下 虽然之前 马信远学习过穿防护服时的动作要力 但第一次考核 马信远心里却十分紧张 动作怎么也快不起来 腰带系紧他 沾一下 沾 沾紧他就行 好不容易穿上了防护服 马信远感觉 自己的体力已经有些跟不上 基础防护服重达7级 穿上防护服之后 就会处于密闭状态 呼吸 行动都需要耗费更多的体力 对于女兵们来说 她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适应 穿防护服对马信远来说 这不单是技术化 更是个体力化 快点 再不快点都不及格了 马上超时了 每一次呼吸都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 然后也要深呼吸 但每次摘下防护面具的时候 也会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 要重新适应外面的空气 穿防护服 其实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很注意 因为如果要是一个小细节出现了问题 就是会 就会造成粘毒软毒 就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很细致 一点不能出差错 就在马信远终于穿好防护服 进入50米测试区时 同班的新兵吴彦秋 已经完成了考核 手套 手给我 手 手给我 手套也带到位 把手套脱了 好 拇指环也带到位 好 可以 你没有扣分项 然后你刚才用试1分50秒 你这是成绩100分 说 被表扬的新兵叫莫彦秋 他的专业训练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而作为女兵排长 马信远在考核中不仅超时了 经过50米测试区的时候 他的鞋带散了 颈带没有粘好 最终 他的成绩倒数了 谢谢 马信远 马信远从12岁就开始学习舞蹈 2016年 从军校毕业后 马信远成为了原济南军区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女兵 然而马信远自己都没有想到 他竟然有一天会来到专业的防化部队 在分配的时候 女生其实很少有选择一线作战部队的 但我觉得当一次兵 选择一线作战部队 虽然会更苦更累 但一线作战部队会更加磨练自己 使自己更勇敢 也更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今年年初 马信远来到陆军第79集团军某防化旅 成为新组建的防化女兵牌排整 作为我国第一批防化女兵 她将和新兵一起开始学习防化专业 马信远迎来了一次全新的挑战 金带扣11分 鞋带开了 扣5分 你时间为2分50 超时20秒 扣20分 你最后传计为64分 是吗 您做 是 虽然穿防化服的课目看似简单 但却有许多的细节需要注意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如果像马信远这样出很多差错 那么读记就很容易从防护服进入 在真读的过程中造成自己染毒 心情很沮丧 动作太慢了 因为需要很大的体力支撑下来 然后之前的基础太差了 所以很多细节都顾不上了 同志们 此次考核表现最好是 母燕秋同志 这次她是第一个完成的 同时也没有课分项 第一次穿防护服的专业考核 排长马信元的表现 让人大跌眼镜 女兵都对马信元表现出了不满 尤其是考核中得了马分的母燕秋 她觉得这样的排长带不好病 没有 没有 我觉得新来的那个排长 新来的那个排长好像是最后一个 我比他快了好像将近一分钟 我跟你说 他刚刚就是穿防护袍的时候考试 因为我们刚刚没有考试 然后他是最后一个 然后因为我是第一个回来 我就看到他跑 让他静带也没有拉紧 让脚带也没有拉紧 作为排长 马信元不但要和新兵们 一起进行专业训练 还要担负新兵的日常管理工作 如何才能带好兵 是每天困扰他的问题 你刚才干嘛呢 吃啥呢 这里是不是有东西啊 谁让你私藏东西的 哪来的 说话 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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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藏的 说没说过不要私藏东西 马信元 马信元发现 新兵吴燕秋 正客期间在寝室吃苹果 作为新兵 连队有严格管理规范 训练日和正客期间 是不能私自吃零食的 因为吴燕秋违反纪律 全班的女兵都被发跑两公里 当时就觉得特别不理解 我觉得我平时表现挺好的 但是的话 那天就偷吃苹果 就被罚得很重 当时就觉得 台长是不是有点 针对我的那种想法 尤其在新兵阶段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一人犯错 全体受罚 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的团结性 和纪律性 吴燕秋没有想到的是 马信元自己 也在被罚跑的队伍中 他在训练上会有一些小愉悦感 但违反了连队的纪律就要被罚 否则对其他的女兵不公平 刚跑到第二圈了 一向身体素质很好的沐燕秋 却越跑越慢 渐渐掉队了 马信元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你怎么了 不要怕着 我差气味 还能坚持吗 是不是坚持不了了 这包也给我 还能行吗 不可以 放松放松 往前走 慢慢走 这窝都差去 但是不许投吃了 好 原来 沐燕秋胃疼得厉害 却不想让别人发现 看着沐燕秋难受的样子 马信元也很心疼 放松 好点了吗 这儿还是很不舒服 应该中午吃极了 太气了 然后你再大呼吸 当时就因为我全排受罚 那就觉得特别愧疚 然后跑步的时候 因为当时差气了 胃又疼 然后觉得因为自己受罚 然后自己又跑不下来 就觉得心里面特别委屈 有点难受愧疚 放松 你看你训练上这么好 对吧 每次都很好 很优秀 也希望你的生活上 也就是加强一点 毕竟我们就要以服从命令为牵职 马信元以情带兵 以心唤心 他终于得到了沐燕秋的理解和支持 后面排长说的也挺对的 然后我又要强 自己又不愿意承认 但是其实当时哭 就胃疼的时候 他对我关心 我能感觉到是真的 然后其实我后来就慢慢觉得 他人真的很好 这次的经历让我发现 如果你带兵 真心地为他们好 他们是会有感受的 在难度更高的应用侦查课目中 马信元的表现将会如何 成为一名真正的防化女兵 他还要经历怎样的蜕变 军事技师正在播出 防化女兵成长技 随着专业训练的深入 女兵已经掌握了 基础读迹的识别方法 开始训练难度更高的应用侦查课目 在150米长的染毒地带 设置了五个模拟弹坑 分别模拟空气 水源 植被 岩石和土壤被毒际污染的情况 女兵需要在规定时间内 辨别出毒际的种类 检查完毕 马信元两分三十秒 前三秒就位 穿好防护腹之后 马信元迅速奔向了第一个模拟弹坑 防护器材它是有在食毒区内 待的时间越短 对于我们本身来说越好 如果针毒管上有反应 说明你判明的毒剂 种类就是对的 如果针毒管上没有发生反应 说明你判毒的种类是错误的 马信元沉着冷静 用针毒枪尾部的刻刀 割开了食管的两端 把食管插进机桶进行取压 按照要求 它需要在十二分钟内 完成五个染毒模拟弹坑的判别 平均每个针毒点 只有九十秒的判别时间 心情非常着急 怕完成不了 虽然时间紧迫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马信元的专业能力 有了很大的提高 很快 一号模拟坑毒剂的针毒管 迅速显测 说明马信元的判断完全准确 但因为一号弹坑 耽误了太多时间 现在马信元必须加快速度 接下来 马信元开始检测 二号模拟弹坑里的染毒植被 仔细观察之后 马信元拿出了 一号黄色剂子气管 反应之后 食管很快变成了樱桃红色 这点马信元做得不错 没有扣分项 收到了连长的肯定 马信元训练的尽头更左了 到第二个水源模拟坑后 马信元凭之前的 关毒判毒训练 很自信地取出了 维埃克斯针毒试管 取样后 直接放入了针毒气盒 用我的直观判断 看到上面漂浮着一层 黄色的油膜 它和VX世纪是一模一样的 维埃克斯毒计 是一种神经性液体毒计 无色无味 通过皮肤接触 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 快速造成伤害 马信元你这点真错了 扣21分 原来水源里的物质是豆油 而不是维埃克斯毒计 豆油漂浮在水面的状态 和维埃克斯毒计 在水里的染毒症候 完全一样 因为这个点 在当时设置的考虑 设置了一个干扰点 主要是因为 女兵在训练过程中 很多时候为了抢占时间 只是通过判毒 关毒来确定毒计的种类 而不是通过针毒器的针检 判定毒计的种类 并且针毒管没有险色 马信元就到达下一个点 这是犯了一个针毒的大忌 你10分30秒 你还有90秒时间 还有一个弹灯为之针检 速度快点 快点 还剩下最后一个 土壤模拟弹坑 这是马信元迅速判断出 毒气的类型 事关瞬间变成了樱桃红色 马信元成功地完成了应用侦察的训练 但就在马信元准备跑向终点时 连长却给马信元扣了分 马信元 你膝盖跪地了 造成身体缆拖 控制九分 原来就在马信元完成针毒的瞬间 它出现了一个单腿跪地的小动作 虽然仅仅是一个细微的动作 但却是针毒过程中的大忌 如果在食毒环境中 它的基盖与土壤接触 很有可能造成自己中毒 针毒作业中 女兵体能消耗很大 尤其是长时间蹲刺作业 容易造成腿部酸弯 加上我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了 抢时间和手部操作上 膝盖不知不觉就触地了 马信元 十一分 五十八 六十五分 在应用侦察科目中 马信元训练成绩有了明显的提高 然而他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而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 很可能在真实的战场上 成为防化兵的致命威胁 防化专业需要非常的细心 因为在战场上有一点小小的马虎 都会对自己和装备造成很大的伤害 和我之前的舞蹈专业 和我之前的舞蹈专业 非常的不一样 逐渐适应了方华兵的训练和生活 马欣元意识到 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方华女兵 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 二 三 这个是光小鼻转 三 四 再出去 五 六 还是小鼻七 八 明白吗 七 八 不对 这个手也不要一轮注意到这 要往上这 明白吗 然后这个掐腰 对 然后脚 放前面的脚 对 后面的呢 能在繁重枯燥的训练之余 体验舞蹈带来的美好享受 女兵都很开心 然而组织排练却让马欣元耗费了不少精力 马欣元 马欣元细致耐心 像姐姐一样带领着女兵 女兵对她的付出也都记在了心里 下 渐渐的女兵也越来越接纳这个新来的排长了 专业课上 女兵之间会互相帮助 下课后 马欣元也一有时间 就自己默默练习 虽然之前是文艺兵 但第一批防化女兵的荣誉 给了马欣元更多的鼓舞和动力 她知道 只有过硬的专业素质 才能真正得到女兵们的尊重 我排长她跟我们一样 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防化专业 但是她学的过程中 我认为她很努力 跟我们一样 就比我们努力多一些 同志们 今天我们组织第二次考核 希望同志们能总结上次考核经验 在这次考核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准备 走 很快 女兵又迎来了第二次 穿防护服的考核 经过不断的刻苦练习 这次 马欣元穿防护服的速度 明显快了许多 好 两分一时不错 马欣元 这次考了不错 时间两分一时 没有考核下 一百分不错 希望你能继续保持 师父你走 是 在这次考核中 马欣元如愿以偿 得到了满分 好 所有女兵都替她们的排长 干得高兴 如今 马欣元和女兵们的成长故事 还在继续 通过一次又一次训练的艰苦魔力 相信 第一批防护女兵 在未来战场上 一定会有更多的责任和担当 在未来战场上 你从一叶小舟启航 如今已经如飞沙掠水 波澜不惊 使过浸染着先被碧血的浅湾 你已经列阵在大洋深蓝 护航民族复兴的伟大征途 你必将建功在碧海蓝天 祝贺你生日 神州挂马旗 纪念人民海军成立七十周年系列节目 向海图墙 军事纪实下期播出第四集